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抢救无效 于凌晨的2点58分去世 院方对此表示深表痛惜以及哀悼 武汉卫健委也对李文亮的去世表示了沉痛的哀悼 并且向其家属表达了深切的慰问 而中国的传媒在昨天晚上9点半已经报道了李文亮离世的消息 不过院方在2月7号凌晨过后才通过了微博表示 仍然在抢救李文亮 但是两个小时之后就宣布他已经死亡了 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微博当中 有网民就留言讽刺是政治性的表演式的抢救 有留言就表示说 要求有公民基本的权利 言论自由以及相应的知情权 李文亮和其他的7名医护人员去年底率先通过微信 公布了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怀疑出现了疫情的一个讯息 事后被指在网络上发布不实的言论 被当局要求签署训诫书 李文亮之后确诊成为了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的感染确诊病例 李文亮事事网友呼吁调查抢救的措施 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失控最早的吹哨者之一 眼科医生李文亮传出了6号晚上9点半 医治无效过世震惊两岸 不少中国网友得知相当不舍 在微博留言痛骂湖北官员狗官 把李医生的性命还馈了 三个小时之后 武汉中心医院罕见的在深夜的7号凌晨1点的时候 发文表示说李文亮装上了叶克膜仍然在抢救当中 不仅中国大陆的媒体纷纷撤下了报道 百度百科也紧急的修正了资料 将黑白页面恢复 李文亮一胜为中国疫情最早的吹哨者之一 去年12月30号就对外界发出警讯 消息曝光之后 却被当局以散布不实信息逮捕 寄予了严重的警告 并要求李文亮签署训诫书 今年1月8号 李文亮替一名清光眼的患者看病 隔一天 该名患者便开始出现了发烧肺炎症状 李文亮自己也在10号开始咳嗽 没过多久就住进了重症病房 同月的31号 李文亮在病榻上详细的描述了他发现新型冠状病毒 并且被公安传讯的过程 更表示自己的父母也已经因此被感染了肺炎 2月1号的时候 李文亮确诊被感染了新型的冠状病毒肺炎 2019年12月30号的下午 李文亮在同学群里面提到了武汉的华南水果海鲜市场 确诊了7例SARS 最新的消息是冠状病毒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行 2020年1月1号 武汉警方发出了通告表示说 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之下 在网上发布转发不实的信息 造成社会不良的影响 公安机关经过调查核实 传获了8名违法人员 并且依法进行了处理 两天之后 李文亮收到了警方的劝诫书 警方认定华南水果海鲜市场 确诊了7例SARS的言论 不属实 1月12号 李文亮因发烧咳嗽 在武汉中心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监护室 接受隔离的治疗 2020年2月1号 李文亮被确诊 感染了新型的冠状病毒的肺炎 他发微博表示说 今天核酸测试结果为阳性 尘埃落定终于确诊了 2月6号的晚上9点30分 传出李文亮抢救无效死亡的消息 不过中国网友除了悼念李一生之外 更是纷纷的涌入了湖北省的官方微博进行怒骂 关于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 网上流传出的官方的报告提示 就表示说 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 实施仪式要严格的规范稿员 严禁使用自媒体稿件擅自报道 不得弹窗推动 不评论 不炒作 互动环节 稳妥控制热度 不设话题 逐步的撤出热搜 严管 不许可信息 不许可信息 有网友说 不许可信息 有网友说 不许可信息 不许可信息 有网友说 我跟一个内部的朋友确认了 得到了一个回复 让人非常的愤怒 之后同事不忍要求抢救上了易科膜 之后在22点57分的时候 撤掉了相关的设备 这个部分还能解释 然后右上说了一句话 争取时间等组织回应 有网友表示说 医生的朋友确认循环停止 八分钟脑死亡 都三个小时了 还在折腾亡灵 只是为了转移 平息一万网民的愤怒吗 有网友表示说 他说现场的医生都懵了 拿仪器到病房 其实已经过世了 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武汉的政府班子在耍谁呢 有网友表示说 拖延几分钟 还说在抢救 这是控制舆论的老手段 这叫单言情绪 直接公布死亡 公众愤怒太多 要把愤怒转化为 对期间的失望 现在可不就是 大家愤怒少了很多吗 还有人说 天哪 宣布死亡了 再强硬使用仪器吗 太折磨人了 有网友表示说 十年注册的微博 说了几句实话就没了 真的想知道 我国什么时候能够言论自由 人们敢讲话 说实话 还有网友表示说 大家都知道这一件事 能成为一个突破口 转折点 官方也知道 官方正在思考怎样统一语言 控制民意 有网友表示说 学到了两个词 政治性抢救 表演是抢救 有网友表示说 不要问丧中为谁而名 丧中为你我而名 言论自由 监督权 知情权 有网友更是表示 更有人痛骂说 当初谁下了命令 抓李文亮医生 把他找出来 中央可以把湖北这帮废物领导 换掉吗 武汉市政府欠李文亮一个道歉 还李文亮的命 武汉政府无能 湖北这帮狗官不配成为同志 李文亮医生热搜消息 这么快就被撤 谁在背后搞鬼 人民英雄不该给我们知道吗 还有网友表示说 多么荒谬生的时候 想让他沉默 死的时候想让他 孙春兰指着鼻子骂湖北的一众官员 从中国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三一直到中央指导组 在武汉前线指挥的中国的副总理孙春兰 昨天的讲话很有一些火药味 他强调说要以战时的装备来落实落细各项的防控措施 战时的装备绝对就不能够当逃兵 否则就会被永远的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经过了官方的修饰过后的稿件当中 出现了类似的字眼 可以想见他讨论当时这样一个疫情的时候 的确是对武汉的一众的官员动了火 几乎可以说是指着鼻子骂的 来自香港明报就刊登了一篇署名为孙家业的一篇文章 文章就表示孙春兰骂逃兵 当然不是指着香港的罢工的医生 而是指着湖北的官员们 在这一次的抗议行动当中 盯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句重话是第二次出现了 在第一次的时候是在1月21号 当时习近平就抗议做出指示的时候的第二天 中央的政法委的喉舌微信公众号长安健 就发出了一篇阵龙发聩的一篇文章 主题就是强调信息的公开 文中表示说17年前的那次疫情 指的就是当时的非典SARS病毒 在那个时候 由于信息的公开不到位 存在了晚报瞒报漏报的一些情况 就导致了疫情的扩散 并且写道 谁为了一己私利 刻意的延迟瞒报 谁就会永远的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篇文章曾经在中国的媒体以及海外的媒体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不过近期在中国内地的互联网当中 这篇文章已经被全部的删除掉了 不知道是说SARS瞒报与官员的口径不符呢 还是说盯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样一句话有点言之过重了 总之显示了官方对该文观点的某些不认同 作者孙家业就分析认为 与一个官方的公众号不同 孙春兰是堂堂的一个国家的副总理 如此重话 当然是在火冒三丈气急败坏之下说出来的 他是主管文化的 他也主管了教育 还主管中国的医疗卫生 等等一系列相关的领域 而这个角色呢 与17年前的无疑有点类似 当年中国全国抗击SARS的指挥总部 这个指挥就是无疑 而当时胡锦涛温家宝都没有真正的挂帅 虽然这一次的疫情的防控 错失了最早的一个黄金时期 而湖北的F4 就是湖北的四位主要的官员 最无可恕 但是多次派专家到湖北的一个国家疾控中心呢 乃至中国的国家卫健委 当然在这个当中 他们也责无旁贷 而中国的国家卫健委的主管领导 正是孙春兰 习近平在1月20号的时候 就武汉的肺炎疫情做出了指示之后 22号孙春兰呢 就亲自的到了武汉来视察疫情 大年初一的时候 中国的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了武汉的疫情的时候 也是由孙春兰向会议报告了湖北的疫情的信息 当时由李克强挂帅的中央领导小组 在大年初二的时候就召开了首次会议 另外孙春兰呢 也以这个小组成员的这个名义参加了这个会议 而到了大年初三的时候 也就是开完这个会的第二天 孙春兰就陪同李克强到了武汉进行视察 而视察之后 他并没有回到北京 一直率领着中央指导组 在武汉的前线进行督政 另外作者孙家业表示说 5月就将年满70岁的孙春兰 是正工干部出身 从工厂到复联再到工会 数十年是做群众团体工作的 1990年代的时候 就在辽宁省的总工会 进入了辽宁省委的一个常委的一个班子 之后呢 再次升任到了辽宁省的省委副书记 在2001年的时候 他当时接替了薄熙来 来接任了大连市的市委书记 在胡锦涛的时代 他主掌了中国的全国的总工会 在2009年的时候 他空降到了福建 成为了一个封疆大力 而在习近平上任之后呢 他更是获得了重用 在十八大入局主政天津 2014年的时候 又临危受命 接替落马的令计划 出任了中央统战部的部长 目前呢 他也受到了相关的重用 而之后啊 确实也是在很多的事务上 都着眼于他的某些重要的决策 比如说 频密的参与到了涉及香港的事务 而在十九大之后呢 他也接替了刘延东 出席了中国的副总理 那么这一次的抗议 这样一个情况 这样一次督战 也是孙春兰晚节 是否能够保得住的 一个重要的关头 而作为这一次疫情源头 和爆发中心的 湖北武汉市的防疫 已经疫情的安排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 很多的舆论都表示是一塌糊涂 那么至今仍然有大量的这个病人 没有办法入住医院 接受及时的治疗 所以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怎么能够让他这样一个 都镇的主要官员 不大发雷霆呢 好 再来看一下 武汉当局已经下令了 要围捕所有的感染者 直到抓干净了为止 在疫情爆发的中心城市 湖北的武汉当局下令 要进行大规模的隔离 但是尚不清楚当局能否提供 基本的防护的措施 武汉被告知将受感染的 一些民众要集中起来 建立一个大规模的隔离营 中国一位高级官员已经命令武汉市的当局政府 要立即的将所有的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市民 要集中起来 并且将他们送往隔离营 或者是指定的意愿 进行隔离 中央政府负责领导应对疫情的主要官员 就是中国的副总理孙春兰 他就表示说 城市调查人员应该到每一个家庭 来检查每一个居民的体温 并且要询问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还说要建立24个小时的值班制度 在战时的条件之下绝不能够当逃兵 否则他们将被永远的钉在历史的持住上 这是孙春兰的原话 而这个星期 武汉市当局为了满足这样一个领导下达的指示 一个指标 就建立了临时的大规模的隔离的避难所 但是人们越来越担心 这些中心是否能够为病人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 并且防止进一步的感染的风险 这些中心在较大的空间 据说能够容纳数千人 整个城市以及周边的一些省份的封锁 目前也加剧了医疗用品 还有检测设备 以及医院床位的一个短缺 许多的居民身体不是需要紧急的治疗 被迫要徒步从一家医院走到另外一家医院 却没有接受病毒检测的情况之下 依然被拒之蒙外 更不用说要接受相关的专业的医务治疗了 他们不得不冒着这个病毒 冒着可能病情恶化的风险 在家庭在他们居住的社区当中进行游走 而这种游走就会带来这种病毒传播的风险 所以目前当局下了严令 说要让这些人士在家中一定要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 根据报道说 武汉市在一个体育场和一些展览中心 还有一些大型的建筑设施之内 搭建了临时的避难所 其中一些已经在星期四的时候投入了使用 政府表示 这些避难所是为了那些轻症患者来进行设立的 来自中国新闻媒体《现代快报》的报道就说 有一名姓孙的女士 周二她视察了这个红杉体育场的设立的收容所 当时强调 当然这个媒体她所表达的这个孙女士 其实就是指的这次负责武汉疫情整个都政工作的 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说她在星期二的时候 视察了在武汉红杉体育馆所设立的一个临时的收容所 她当时就强调 任何应该被收容的人都必须要被围捕 要被收容起来 而且她表示说要必须切断病毒的来源 她还说呢 所有的人必须要重视这一点 而且要关注到与病患密切接触的人士 她说一个也不能错过 千万不要错过 在体育馆内拍摄的照片当中 就显示一排排的狭窄的这个简单的床铺 中间只隔着这个教室里边通常用的一个小的桌椅 而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评论呢 将这些场景比作是 1918年当年西班牙的流感的一个场景 在中国的网络媒体新浪微博当中的一篇被广泛的转发的帖子当中 就表示说一个被改造成为隔离设施的展览中心条件非常的差 这名用户还写道 当时这个场馆里面发生了停电的现象 而使用的电热毯没有办法打开 所以病患以及家属只能在里边冷的打哆嗦 在床上冷的发颤 这个帖子表示说医护人员也出现了极其短缺的现象 他说根本就没有医生还有护士 也没有人来进行分发药物 而且氧气设备严重的缺乏 再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 接替马国强 这个武汉市的市委副书记胡立山做出了某些承诺 承诺是什么呢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综合相关媒体的报道说 说中国湖北省的政府新闻办公室 在2月5号的晚上再一次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介绍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防控的工作 出席发布会的是武汉市的人大常委会的主任 该市的市委副书记胡立山 在发布会上胡立山说 还是很内疚 他说还是感到很自责 另外他表示说 目前在武汉的床位的供应量的矛盾 依然是比较突出的 他说目前定点医院有28家 一共有8254张床位 当时医院里面已经有8182个人在入住了 截至到昨天还有305张空置的床位 而出院的人数为161个病人 就有421张病床 目前他按照这位官员的统计是可以使用的 不过他还表示说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说 他自己觉得很揪心也很痛苦 而实际上这里面的这个供需的矛盾呢 也形成了一个实际上的叶色湖 确诊或者是疑似的病人 没有在指定的医院得到很好的救治 这确实也是目前存在了一些突出的问题 这位官员也介绍了正在推进的一个工作 包括加速火神山还有雷神山的建设 包括建设方舱医院等等 他还表示说一定要历生把他们的这个艳色湖给削减掉 另外他还坦诚的表示说实事求是的讲 他们有些工作呢做的确实是不够好 胡立山承认第一对于四类人员 这四类人员就包括确诊的患者 疑似的患者有肺炎症状的发热症的患者 以及确诊的患者的密切接触人士 他说呢集中治疗的压力 目前确实是非常的大 病床的供给突出了相对的一些棘手的矛盾 目前这个现象也是非常的显而易见 第二呢就是老百姓啊 对政府的一些处理的方式 对他们的这个指责也是非常多的 胡立山可能是首个在武汉事件当中 公开承认受到了民众指责的当地的官员 这说明武汉人啊对政府目前已经是真的是非常的不满了 他已经确实有点顶不住这个压力了 这也表明了从武汉民间流露出来的这个疫情的真相的视频和文字 确实起到了抵制官方某些欺骗宣传的作用 第三呢就是胡立山表示说 指责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好 为什么没有做好呢 他说病床的供给矛盾还确实是比较突出 另外他也吐露说 已经确诊的和很多疑似的病人 没有能够进入指定的医院进行治疗 没有办法及时的到达医院得到很好的救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胡立山是在2020年1月刚刚履新的一个湖北当地的官员 而在2020年1月6号的时候 武汉市的市委书记马国强因为工作的需要 就辞去了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职务 1月10号的时候 胡立山就当选了武汉市的人大常委会的主任 通过网上公布的一些公开的履历显示 胡立山在1963年6月出生 男性汉族是湖北的咸宁人 他拥有着博士研究生的学历 另外也拥有着理学博士的一个学位 是教授级的高级工程师 在1987年5月的时候 他加入了中国的共产党 1983年7月的时候 他正式参加了相关的党政的工作 胡立山长期以来在湖北省进行工作 他毕业于武汉的地质学院的地质力学专业 曾经任湖北省的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总局的工程师 另外在2001年1月的时候 这个胡立山就成为了湖北省国资委的一个党组成员 在2003年的时候 6月份那么他就担任了这个厅的副厅长 在2006年的12月的时候 他就到了湖北的咸宁进行新的职位 当时是担任咸宁市的市委常委副市长 担任了将近有5年之后 胡立山在2011年的8月 又重返了湖北省的国资委 另外在2011年的11月的时候 胡立山就赴武汉来担任一个职务 之后呢就担任了武汉市的副市长 在2013年4月的时候 他当时跻身了武汉市的市委常委 在2017年5月份的时候 他任武汉市的市委的政法委书记 在2017年的11月的时候 他正式成为了武汉市的市委组织部的部长 2018年的12月 胡立山升任至了武汉市的市委副书记 好 再来看一下中国疑似病例激增到了5000多例 这个拐点是不是又到了呢 根据某些专家的说法 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说 武汉封城已经有半个月了 那么中国这次新型的冠状病毒肺炎 确诊的病例持续的暴增 已经累积到了超过28000多宗 只确诊的病例 那么在1月2月5号的时候 就在2月5号的时候 这个数字又有了新的增长 增加了3697宗 疑似的病例也是大增了5328宗 另外 湖北疫情依然非常的严峻 白自中国工程院的副院长王晨 在前天晚上就坦言说 武汉的形势非常的严峻 大批的患者没有得到及时的收治 疫情的底数目前根本摸不清 拐点仍然没有办法预测 而且病毒也在不断的进行变异 有可能在变异之后 这种传播力会变得更加的强大 另外 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 孙春兰就强调 武汉要举全市之力进行入户上门排查 入户进行每个人的体温检测 并且要询问如果是确诊人士 那么他的密切接触者有哪些必须要做到一人不漏 中国的肺炎确诊的病例持续的上升 累计已经确诊了28146宗 而星期五 二月五号的时候 应该是昨天的时候 新增的这个病例又再一次的上升了 目前这个死亡的病例已经达到了565宗 另外来自中国国家卫健委的统计就表示说 中国全国非武汉地区的情况相对来说要好一些 前一天这个新增的这个病例已经到了751宗 那么已经连续两天出于一个下降的状态 但是湖北省的情况就非常的严峻了 五号的时候当地新增了5000宗的这个病例 刚才我们已经说到过了 另外中国科学院的院士高福等多位中国的专家就预测 这个拐点可能会出现在中国农历春节节 下期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极致就是元宵节 也就是在2月8号的前后可能会到来所谓的一个拐点 不过中国工程院的副院长王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就表示说目前这个病情的这个一个底数还不清楚 所以目前要说哪一天是真正的到达了拐点还很难预测 另外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公共卫生学院的副院长 张作风就认为只有将湖北的病人全部的诊断出来之后 看到了高峰之后在这种情况之下才能够去进一步的去做一个拐点的预测和分析 好再来看一下地方政府截湖大战 这个市长开始道歉 官员呢陆续的被免之 自从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 口罩在中国全国范围之内就变成了一个紧俏的短缺的物资 各地的这个物资调度也出现了很多纷争 云南的大理是甚至是依法来征用了重庆市采购的口罩 专家形容大理的做法是拦路抢劫 这种行为明显是违法的 但是大理昨天就这个事件进行了道歉 而晚间呢当地的政府就通报说 两名负责该事件的官员分别遭到了免职和寄过的处分 官员是处分了 但是之前的报道说呢 当重庆市索要这批口罩的时候 当地官方的回应是口罩已经下方下去了 已经发出去了 没有办法再要回来 来自明报的综合报道就说 云南省大理市的卫健委在2号的时候 发出了一个应急处置征用的一个通知书 就称呢从云南省瑞丽市发出 发往重庆市的9件的口罩 被当地政府依法的实施了紧急的征用 工作人员表示说被征用的口罩 已经发到了一线发下去了 另外一份网传的文件呢就显示 连湖北省黄石市采购的大量的口罩 也被大理给扣住了 说是要检查 而黄石在4号的时候也发函给了大理当局 请求他们放行 同时呢大理也被指扣留了浙江慈禧市的一批 从缅甸所发出来的进口的口罩 就在本月2号的时候 中国国务院已经明令要求地方政府 不得节流调用的医疗物资 云南省政府昨天就开始清理门户了 通报批评了大理市政府 还有大理市卫生健康局 责令立即的返还被征用的一些物资 很有意思 之前说已经发下去了 没有办法要回来 这时候说返还就返还 这个返还物资这个口罩从哪来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好再来看一下大理呢 昨天也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说市长这个杜书 杜书啊 他敢于面对这个事件 并且敢于向公众来进行道歉 并且称呢 大理这个防疫工作非常的严峻 因而呢暂扣了某些物资 随手就进行了一些下发 但是目前呢 确实认识到了相关的一些处置方法 有一些不当的行为 有一些过错 就对这个事情进行了一个道歉 不过表示说呢 这598件的口罩 已经分配到了各个医疗机构 还有乡镇以及街道 等等一些防控疫情的 相关单位的人员手里 那么截至到昨天的时候 大理确诊了八例的肺炎的确诊患者 而重庆市呢 累计确诊了389例 而另外一个被大理市截住的 这个湖北的黄石市呢 确诊了566例 中国官方媒体央视新闻 昨天晚上就引述了当地官方的通报说 称大理市的卫健局的局长 他被免职了 而大理市的这个工信和科技局的局长 也被寄了纪律处分 无独有偶的是 在2月6号 在山东青岛和辽宁的沈阳 也被指相互的扣留了相应的一些物资 网上流传出的青岛官方的一个单位 致青岛海关的一封文件就表示说 从韩国采购的10万个N94的口罩 已经被沈阳的海关给扣留下来了 另外15万个从日本购买的N95的口罩 可能也被扣了 文件还提及呢 近日获知沈阳将有一批从韩国采购的口罩 过境青岛 请海关 按照对等的原则 予以处置 就是他扣了咱的 咱也扣他们的 青岛官方在晚上的时候就火速的展开了行动 来灭火 就发文表示说 目前还没有出发 又说呢 已经撤回了 另外有消息说 河南的信仰有一批物资 也被云南的蒙字市给扣留了 蒙字当局就回应称呢 确有口罩被当地扣留了 但是属于公安查办 这个微伤倒卖口罩的一些现象 不是扣留 再来看一下 维稳从来就是重于疫情的 在中国当局来说 一直以来就是如此 病毒与警察到底谁更可怕呢 集中力量半大是战胜病毒呢 还是集中力量半大是堵住流言呢 士兵人长平就认为 每一次的灾难都成为了中国政府进行更加严密的社会管控的一次演习的机会 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就说 一篇受名为长平的评论文章就表示说 在苏联这个政府时期 他们当时有一个政治笑话 就是有一个落水者向两名警察呼救 但是警察根本不理会他们 这名落水者灵机一动 就高喊着打倒赫鲁晓夫 于是两名警察马上跳入了水中 把他捞了起来 这个笑话在中国被反复的改变 这一次新型的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之后也不例外 武汉大量的感染者求助无门 有网民出主意就说 只要打开窗户高喊打倒中国共产党民主自由万岁 就会有人登门拜访 看到有那么多的人家 目前因为这个病毒已经是家破人亡了 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但是这种情况依然是求助无门 或者求助无援 那么正经历着所谓的一个人间的地雾 实在是有点听到这些笑话 没有办法笑出声来 但是作者表示说 他相信这其实并不是一个笑话 它在中国目前是真真实实存在的一个现实 文章表示说 政治笑话的背后都是严肃的一个主题 而这则笑话呢 应对的正好是今天中国当下的一个 很现实的一个现象 那就是无论是什么时候 在这个政权的日程表当中 政权的稳定永远要优先于 人民的生命以及健康 这样说还不够准确 作者表示说 事实上任何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政权 它的声誉的 或者给统治者带来略微的不安的一些事情 都可能牺牲千百万的老百姓的生命 去进行阻拦 而为了召开中国的一个两会 可以推迟公布 当年推迟公布了非典SARS的疫情 在明知可能会出现难以控制的新型冠状病毒 这样一个疫情的爆发之后 仍然要阻止疫区的群众来举办一个所谓的万家宴 就是四万户家庭组成了一个大型的一个春节的一个团年聚餐 只管封城而不去做好相应的物资 还有医疗的一些援助的一些准备 宁愿官办的这个红十字会 在腐败到底之后 在腐败透顶了之后 还来接管这样一些个所谓的相应的政府督办的慈善工作 也不允许民间的组织来进行自发的救助 另外文章还说 不仅如此这个政权从来都以累累的白骨作为基石和养分 他还说饿死几千万人 或者被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实践的合理的牺牲 而六四的民主运动被认为是必须杀灭的经济发展的障碍 而低端人口可以为京城的面子被随意的赶走 那么今天被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武汉人重症者 就处于了被遗弃的一个状态 而靠自己的生命力挣扎活着的人 则要随时的做好准备 准备什么呢 准备感谢党的龙恩 文章表示说 在一个网络流传的一个视频当中 武汉的病房里面的医护人员和患者齐声高唱着我和我的祖国 另一个人民日报所属的一个社交媒体发表的视频当中 安徽的一位患者致于出院 医院召开了一个欢送大会 众人高喊着共产党万岁 哪怕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 这个党也要稳赚不赔 所以文章的作者表示说 他说作为世界第二大的一个经济体 以及最精密的一个社会控制体系 中国既不差钱 也不缺少物资 更不缺乏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动员能力 甚至可以让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来俯首听命 全力的配合 那为什么在疫情出现之后 社会如此的失控 社会如此的凄惨 中国全国如此的恐慌呢 这个根本原因就在于 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专心的去抗议 去进行全力以赴 而始终是在做一些心术不正的算计 主要就是算计他们的政权 是不是稳固 他们从来不在乎民众的死活 事到如今武汉人呼天喊地的求救 全球呢也是力兵莫马 中国政府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先来看一则中国官方媒体发出来的报道 就是2月4号的时候 中国的公安部召开了一个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工作 第三次全国的一个安全机构的视频会议 说要认真地学习贯彻习近平的重要指示 以及重要的讲话精神 强调要进一步的强化组织领导 强化工作的部署 强化担当责任 要扎实地抓好疫情的防治 以及防风险 保安全来互稳定各项的措施 一定要落实到位 要打赢疫情的防控阻击战 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在这些官僚的话语的背后 众所周知的大白话翻译出来 那就是要加强维稳 很多人可能都会认为非常时期 非常维稳 无可厚非 但是在这里面的问题就是 疫情之所以被瞒报 就是因为这个社会的控制体系 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 而各级官员呢 更是为上是从 在灾难发生之后 最应该反省的就是这个维稳的体系 但是它却顺势利用 反而拿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以及必要性 一次又一次的 就是这个政府的专制的特性 让社会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比如说在大跃进 在文革 在六四屠杀 但是一次又一次 它却能够利用这些崩溃的边缘 来证明自己力往狂澜的一个伟大的光正 每一次的灾难呢 都成为了政府 进行更加严密的社会管控的一次演习的机会 民众也已经习惯于接受这样的逻辑 就是大难当头 人心不古 还得靠党的铁腕来管制 街头上也迅速的挂满了反应过击的一些诅咒式的口号 比如说长期没有回家 并未感染病毒的武汉人在外地就被羞辱 甚至是被隔离 甚至有些就被逼到了自尽 而警察随意的上街抓捕不戴口罩的人各地夸张的来挖路 封路堵路 与其说是民众的愚昧和恐慌 不如说是这个社会严密控制系统的一种自然反应 网民贴出的各地的标语当中 有这样一些很有意思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比如说 有说 冠状病毒不可怕 只要大家听党话 还有标语说呢 说这个 出门打断腿 还嘴还要打掉牙 这些笑话已经是家喻户晓了 说如果有一个人穿越了武汉回到了家中 那么他就可能会变成了各方阻截的一个主要的目标 防堵的一个主要的目标 而他本身在很多人的眼中可能被看作了是一种灾难的表现 另外呢 这个网上的一些信息啊 也反映出了民众对待目前这个事件的一些唏嘘 当然也有很多被当局已经抓起来的 或者进行了一些依法处理的当局所谓的造谣者 而目前呢 中国各地的警方的通报当中的若干的案件当中呢 有些人仅仅就仅仅是因为抱怨官方的不作为 或者是把感染的人数多说了一两个 或者说他们的说法跟官方公布的数据不符合 就被当作了造谣者来进行及时的处理 文章说目前大家都觉得尤其讽刺的就是 最初被警方所教训的八个造谣者 他们都是医生 而且一直战斗在这一次抗议的第一线 但是官方虽然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 他说难道几十年以来遭受了迫害的发言者 大多不都是专业的人士吗 所以这样一个局面 作者表示说如果有需要的话 他们随时可以让这些医护工作者医生 出来进行表白 说警方对他们已经够好了 自己本来就不懂事就把一些不实的信息给乱说了 在这种高压之下 没有遭到更加严厉的或者更多的迫害的医生们 恐怕呀真的会发自内心的 要对这样一个压迫他们的政权 对他们这样一个进行很多 莫名其妙的抓捕的一些机构 来进行谦恩半信 文章也表示说呢 他说现在啊很多啊 这个人士都觉得这个 中共这个政党啊 已经把人们的这种信息 这种言论的自由权力 已经压缩到了一种极限了 即使是你打开了窗户 你高喊着这个打倒共产党 或者说这个民主自由万岁 就会有人上门这样的笑话出现的时候 其实你会看到很多的武汉人他们眼睁睁的就在这个时候看着自己的亲人孤立无援的在这个病毒当中在病毒当中就死去了 但是你喊出这样的口号在这个环境之下可能也不会有太多的效果 可能也是没有办法的一种选择 文章说呢 他说不必嘲笑中国人的怯懦 他说当年在苏联 也有这样的笑话 就是我们起初已经说过的一个笑话 我们这个时候呢 再反复一次 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掉到河里 拼命的呼救 没人理他 但是他突然喊了一句 集中声之喊了一句 达到格鲁晓夫 于是两个警察立马跳下河中 把他给救了下来 所以才会 作者才会衍生出了之前那样一个打开窗户 大喊所谓的一些政治口号 就会有警察上门来跟你进行一些沟通 进行交流 当然这个沟通交流 会不会是有关于你的病情的救治的问题呢 这个谁也不好说 但总之 也许喊出这样的口号的时候 警察他确实会上门 好以上呢 就是这一时段由明镜地市为您带来的 明镜药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